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们的《洗啥想》广场时段 今天是2022年4月25日星期一 下时间今节有我们的易德师傅 易德太阳 大家好 我们今节还想说一个话题 昨晚我的手机开了Facebook社交媒体的时候 厉害了 看到大洗版朱朱香格和其他黄媒人的Facebook社交媒体 大斗法两边 例如潘大图 那斗什么呢? 其实我们有时都说黄蓝是政见 黑白是良知 他们经常说这句话 没错 我看到两个电视台有音乐节目 一个Chill Club在Fill TV 这个Chill Club在另一边播声声不息 一个TVB播声声不息 这个发音也挺巧合 两边就说什么Fill TV 他们就说什么黄台 又说好黄 很多黄人 那如果他们要说这个黄台不好 那他们就要支持这个声声不息 要这样的? 哎呀 真是惨 所以想起黄蓝是政见 黑白是良知 那我就想到一件事了 黄蓝是政见 不过音乐是无辜的 音乐是无辜的 对不对? 喜欢作首什么歌就照唱 为什么要加插这么多政治呢? 很必要的 如果以蓝色那边来说 他们的Juju Shanga 非常大威力 我看到大洗版在狂赞TVB的音乐节目 又说真的很好听 又说很高质素 很好听 又说又好听到怎么样 然后就不断把片段放上他们的社交媒体 那我就在想 不断在说那些人唱功很好 然后在踏ViuTV的Chill Club的颁奖礼 好像是颁奖礼来的 又说到他们哪个不好 那个不好 其实没意思的 没意思的 真的 是吗? 没有的 你喜欢看不喜欢看不喜欢看就会转台 有什么意思? 你为了说到Chill Club 好像很难看 很难看啊 但那边我刚才也说了 有些黄友说到自己很开心 你看看这就是广东歌的精神 还唱老饼歌 没人看了 互相这样斗 我不知道大家是用什么角度去欣赏 我觉得不懂欣赏他们乱斗 我都要按来听听他们唱什么歌 听听一下 因为那些MIRROR那些 尤其是那位叫做什么 Anson Lo 是不是叫做教主的人 Anson Lo 我本来我完全是连他的声音 我也是不认得的 我也是不认得的 我又说拿到什么年度金曲还是什么 你之前唱过什么Megahit Megahit 是的 叫做教主 你为什么叫做主 不知道教主是什么 我都不知道 芒果佬教主我就会认得 王毓民教主我就会认得 他说年度男歌手 那我就听听他究竟Megahit唱什么 就不语置评啦 我又不太认识啦 又是这个Y文社的 是吗 是吗 那不怪不得了 因为很多人都会在台上说他戴黑口罩 救命啊 还在搞这些事 不要说这些 然后将他的得奖感受拿出来说 什么推介绑年度推介什么的 四年前如果不是有MIRROR的出现 就没人会留意我 没有人认识我关注我 我们最近每一个成员都觉得有疲倦的感觉 我们每一个都很累 但都不会嫌疑的 因为真正在做很喜欢的事 我承诺我们每一位都会继续努力 见有些JuJu Senggan那些人 又摆出来好像很不满意 我反复看了几次 其实有什么问题呢 我觉得没有的 我喜欢看问题 我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不过他们就有一样东西就是很喜欢 把一些事物 戴着褲子有色眼镜去看 这个电台就是这只蜥子 那个电台就是那只蜥子 那个电台就是那只蜥子 你这样搞法呢 我觉得很昂夸 我觉得很幼稚 这只蜥子的蜥子 就是他很不好听 或者是唱成怎样 他的表现是怎样 不是大家在那个 JuJu Senggan那里狂说 狂闹 哈哈 他唱得好就好 唱得不好就不好 不会说 不好就说到好 不能这样 不能这样 是的 我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况呢 就是说你看看他们的 那些拐来拐斜 说什么 例如我看到姜濤这样说 又被他们拿出来 截图在这里讨论的 我都看了几次 我们不要带有什么政治色彩去看 就是如果你说这个台是黄色的台 想唱歌的人 或者去表演的人都是黄的 然后说你看看 一定是黄就黑了 但是戴了口罩 然后你看看这个TVB的节目 多好 听得很舒服 不用看到什么人 这些很搞笑的 哎呀不要这样 是吧 例如姜濤说什么呢 他说我很爱这个地方 如果大家不放弃我们 我永远都会在这里唱歌给大家听 好吗 大家是好 那我告诉你 我很爱这个地方 那有什么问题呢 我也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老实说 因为我很恨这个地方 我会继续唱歌给你听 我恨这里 我不是很想上来唱而已 听听听听不听就罢了 那就是新闻了 我不觉得这样是什么大问题 是吗 没错 不是说去支持什么台 还是怎样 我觉得奇怪 他说什么你都可以吠下去 都可以照罵 多余 没有东西找东西就罵了 我觉得很多时候都是这样 我觉得这种现象都挺可怕 当政治推到极端 就会有很多瘋子都攻散出来 而这些瘋子仍然存在在社会里 在网上说 社会尤其是较为严重 我觉得这种现象都挺病态 我觉得这种现象是 是呀 我看到珠珠珊瑶在那里 甚至乎看到欣怡出来跳舞 又有截图 又有什么旁边的舞蹈员 就看到都类似有些心理创伤 其实他们看得很开心 总之娱乐的东西 你喜欢看就看 不喜欢看就觉得不好看 那你不看 就等于这样 珠珠俠现在 有几代的男主角都演过 可能我觉得是 之前那个是好看点的 跟什么八爪博士打的那些是好看点的 我觉得喜欢那个多一点 那行不行呢 每一个喜好不同 是吧 不能这样的 有些又拿他们那些说的 有个就说 什么希望大家有美好的前程 什么喝多点水 读多点书 我们已经是社会的动量 哦 为什么又有什么 喝水呀 还是怎么样 是不是黄呀 哎呀 那不喝水喝尿吗 喝尿 是吗 可以呀 即是怎么办呢 你想叫大家 如果他们那些什么见字喝水 算了 有得去说 对吧 就是 很大余 到现在都还是这样 都还是有一些 那么 那么 瘫得嘎的现象出来 现在就来的 换特首吧 都还是不收的 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对啊 挺有趣的 所以这帮有 有些人说 哎呀 我都不太知道 什么姜徒呀 就是懂姜徒呀 还是怎么样 就是切的那些姜徒呀 就是吃小龙包的时候的姜徒呀 那些不是 那些姜徒呀 就是看TVB的星生不息好呀 还是看妖TV 就是妖魔的妖 我不明白有什么那么妖 就是全民造业 哎呀 因为那个政治立场 他做什么 或者走什么 还是怎么样 其实他没有很明确说是 王呢 还是怎么样呢 我又不是很感觉的 老实说 我自己是看不到的 不知道有什么大问题 老实说 奇怪一点 有些就挺有趣的 那个叫做什么 See All Star 这帮人挺有趣的 他有一首歌叫做 《留下来的人》 接着就说了什么呢 为DSE的考生打起 这几年坚持梦想不易 如果累就望长一点 远一点 如果真的很累的 就记住三个字 不要死 接着这个不要死 又被他们Camp了出来 你说做什么 是不是想继续再打 所以叫他们就不要死 那也叫你快点死吗 对啊 不知道 我真的觉得你很搞笑 看一看 我们看一看 他的留言 Ivan Wong说什么 跟我同姓的许先生 被人说肥过猪 是不是许廷亨 许廷亨好像有上去唱 肥过猪吗 不知道啊 许廷亨 肥了也可以唱歌 瘦 不一定瘦的人才能唱歌 是啊 没什么 没什么 我不知道有什么问题 因为我看到在网络上炒得很厉害 看到谁上去拿奖的就罵一餐 说什么都要放大他们来说 例如一队乐队就叫做 To Nick 对不起 我真的没听过了 在香港做音乐不容易 在香港做乐队都不容易 我们会守住我们的崗位 多谢和我们To Nick一切走音乐的同路人 就是又是这些 我们都是来自理工大学的 你不是想说理大卫城 很厉害 这样也可以吗 神经病 不要这么瘦 是不是 有什么守住 其实很多字都不能说 什么香港人 打拆边球 很多人都在乘机 就是觉得这些听到他们就会立即上路 哦你还不是黄的 例如什么呢 刚才 守住岗位 守住香港 李大人 不讲守会香港 讲守住香港 就是很多这些 什么良知 太多这些字眼被他们用了之后 一讲 就已经是黄的 是 你就是黄的 是 哦你开口是什么自由 还是什么 为什么还不是小黄人 其实他们所谓的叫做红线 其实是不是有了蓝线 这条蓝线是乱移的 我觉得你过了蓝线就糟糕了 很多这种 例如那些政棍又不能骂 那些什么建制的 或者叫做建设派的意见领袖 又要赞 批手就可以骂 他们骂的那些你就可以骂 未想任的特首不可以骂 是的 他们在崇拜的 赞的你就不可以骂 他们在骂的你就可以骂 你是黄饭纜的 是的 很多东西 回来都被抓了你们 什么的 现在这个社会都挺惊人的 我们想想 如果做一般的正常香港市民 其实都挺压迫的 难怪说要有自由的空气 你想想 我只是想着昨晚有两个电视的音乐节目 一个是颁奖典礼 究竟我怎样去看好呢 如果我想去看这个Fill TV的True Club 然后又被人说什么是黄 可能我想去看他们唱什么跳什么 难道我按完去看一看 刚才我告诉大家 我看过那首年度大奖的歌 Mega Hit 对啊 我看到了 许廷亨已经胖了很多 还有他表现 遇到工作人员说话被收音出街 小事而已 不是他错 都很英俊 没什么所谓 不如意德师傅读一下留言 Erica Law就说 争比特好在没有做男团 否则不会有星生不息的机会 现在是红了 可能是看制遇而已 我觉得 另外Cherry C就说 那些歪人不抵得 争比特回内地找人仔 所以骂他 一般就是吃不到的蓬图是酸的 对吧 读一下Cherry C就说 看电视都是为娱乐而已 喜欢看不适合就转台 对啊 很难的 突然间有哪个人有匪文 又说不看他 有匪文又不看 读一下 读一下 看看有哪些跟他老婆有什么问题 又说不看了 有些人说因为郭富城 娶了现在的太太 又说不看他 又要把家财 看国货 没错 VR就说 不过镜子化妆太巧 我说不要紧 化妆化成什么都没所谓 那你觉得有人接受就可以了 没错 Cherry C就说得对了 那些人很霸道 没办法包容自己不喜欢的人同事 即使我看一下ViuTV节目 那些人很霸道 又不用说你怎样怎样怎样 怎样怎样怎样 就不断强烈恥笑 其实他们也有的 就是说摆给大家看 哇今晚我们这种 Jojo shanggan 真是很正能量 大家很有质素 一起看TVB的音乐节目 没有看那个 这样才是 不用这样 如果因为纯粹 政见才按来看 还是怎样 我觉得奇怪一点 如果大家 在香港来说 要做的事 或者是你想着去做些什么 或者做些 甚至说一句话之前 都要考虑到那些 黄蓝 或者那些政治 那些 有没有大事点 说自己什么很累 都不行 那些什么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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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唱 一起跳 这样 这样都不行 不是吧 其实都是有能力 拌得起 那些才可以回内地抢 那些拌不起的 才会经常借什么抗争之名 夹上去 不过现在都没有人抗争 那些抗什么鬼 抗什么鬼 去到哪个做家才去抗 朱永生也说 就像李家超 对着商家说生意好 那些黄蓝就疯狂笑他 哦 是的 笑他 有时你经过一间店 打招呼 你说生意好 很正常 老实说我觉得 他们抽到一个细节就是 那间店就写着光荣结业 在我今日的香港早晨的时候 我也是说过这件事的 那他都光荣结业了 那你是否想去生意好一点呢 难道想去收拾 就是收拾到最后连货 都剩下卖不出 抱着那批火里哭吗 希望生意好一点 尽量套一元一元一元 可能冬主是光荣退休 所以是光荣结业 所以我觉得也没有冲突 有人觉得这一点就冲突 会不会说那间药材店 还是海尾店 两者混在一起的 会不会说他们是黄 为什么 用光荣的嘛 那就是荣光 荣光来的 你不要看你七老八十 还不是黄的 这个银八族 有没有搞错 抵你结业 会不会呢 我希望没有 我觉得也没有问题 就是说他生意好 没什么很恐怖 那间店铺快要结业 未来特首问他生意好 完全是没有冲突的 是用来说的 报纸是用来说的 难道没有人去 你撕一粒 你撕多少啊 撕死你了 撕死了吗 难道没有理由 不过李家超应该去帮他买这些东西 大家光顾一下 不要暂时 因为路径 可以趕着去两个低收入家庭的家里探访一下 那就多论一些留言 今次的节目时间就差不多了 J就说 无论是激男和激王都很无聊 那都没办法的了 是很无聊的 真的吗 是的 很惨 一般人是很难去生活的 因为救不了香港的 经常都这么激进 上纲上线 经常就是上纲上线 虽然黄的气势没有以前那么厉害 男的气势真是很厉害 我看到他们也觉得 什么都想说上线 说到很夸张的 夸张化了这些事情 连看电视也要分黄男 你不是辛苦吗 做人做成这样 是的 原本做了 你连那些人 上线的人都会定性 或者都要带政治色彩的眼光去看他们 唱成什么也好 跳成什么也好 也有付出过努力 喜欢看不看不看就能放在一边 时代会淘汰他们 是不是太弱流强 就会这样的 没需要想那么多这些 就变得自己辛苦 这些又是什么广东歌元宇宙 这些神经病 就别管这么多了 不如出了NFT 元宇宙 什么事 留下来的人 他们是See All Star 什么案子 那些很瘋的 你喜欢就留下 不喜欢就走 没什么所谓 香港其实很自由 我们看看钟建华这个瘋子 说到什么红线处处 都可以走得到 还可以说风凉话 怎么会这么夸张 是不是 就是了 好了 我们今天直播时段 先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 一起在我们的广场 聊天就开心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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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